中央一直有听到地方的声音 每一个的反应我们都很重视 地方需要帮忙协助的 我们也是尽全力在做 中央跟地方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能够相互的合作 资源做最有效的一个配置 我们才会度过难关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子的校正回推 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持续下去 这样对我们素质的判断 都会不够即时性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也要积极地去解决相关的问题 这整个有系统性的问题 有报道就是说 我说什么有通报疏漏或什么的 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之所以会需要再来校正回归 当然是在整个发布的相关的个案 它的速度变慢了 加上后来因为简化它变快了 一快一慢之间就产生这样的一个落差 可这个系统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沿用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在这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一个量的时候 显然在效率上是跟不上来 系统性的问题就要系统的来解决 还是讲到登录简化 程序简化 运用简把 另外PCR的检验 让检验的时间缩短 我相信我们就会很快地来解决这一次系统性的问题 中央一直有听到地方的声音 每一个的反应我们都很重视 地方需要帮忙协助的 我们也是尽全力在做 中央跟地方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能够相互的合作 资源做最有效的一个配置 我们才会渡过难关